被男子翻動雕掛的女性貼身衣物 接下来取下一件放进口袋后 转身离开 但这件衣物可不是男子的 我来这都没钱 都都男人 我来这都坐在这边 另一段监视器拍下 男子戴着口罩和眼镜出现镜头签 脚踏房屋外墙横梁 上身倾斜往窗户内 厕所探望 吓得正在洗澡的住户赶紧报警 隔天跟列印监视器画面 贴满住家大门窗户和住址 就是要警告男子好之为之 桃源贵山区 另外二十八日 民众拍下头戴鸭舌帽的黑衣男子 坐在脚踏车上 双手放在裤挡 还一式露出下体 做出不雅行为 而第一点就在桃源区的 三民运动公园 我今天没有事 他现在有手机 看着他就会感兴趣 你这样子不行啊 五十九岁灵性男子 面对警察质问 变成当时只是在抓养 并不是在做猥胁动作 迅速将其查记道案 依法含情正办 而网友看到照片后 纷纷表示有够恶心 白天光天化日都这样的 晚上不就更恐怖 而阿伯虽然否认不雅行为 但动作实在十分不妥 最终还是被警方移送罚办 记者刘志展桃源采访报导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